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杨茜茜 觀眾朋友大家好 歡迎收看今天的霍核立方程式 在選後的第一天 如同梁老師上個禮拜跟大家預告的 說這個盤勢格局 不論是往多方的波動 或者是往空方的波動 今天的波動會一反 上個禮拜比較壓縮盤勢格局 今天盤勢格局最低曾經殺到188點 8998 等於中場的時刻點 有受鏈跌幅120點左右 再下跌69點做收 我今天會給大家一個簡單的結論說 大盤跟個股 你還是要做一個分開的規劃 我認為由於今天下跌 加權指數就要上個禮拜五 還是一個增量的 連續8天它開盤八把跟量價都沒有同步 而且價跌69點 今天放出來的成交量明顯 叫禮拜五是一個增量的 所以這還是沒有同步的一個空方量價 好的 這邊這個盤勢格局發展到 現今的這個位階呢 大盤很可能要規劃一個 二浪修正的一個回檔 但是我認為 我認為投資朋友 有一些個股明顯進入一個主身段向上波段的 類似像廖老師跟大家預告的 我媽概念股 或是Apple指標相關的概念股 很明顯它的時間波跟大盤是錯開的 很明顯是錯開的 所以今天大盤細部的一個分時的一個規劃 細部的規劃我會再跟大家詳細做一個展示 可是我認為大盤如果不可能是一個波段式的一個下殺 那橫向的盤整這裡的過程 是讓大家去布局一個財富重新分配的機會 好不好 其實今天加權指數的一個向下震盪 今天加權指數的一個短波的一個向下震盪呢 我在一個禮拜之前 我就已經不斷的跟大家做一個分析了 好 因為過去在選前呢 你可以看到上個禮拜所有的一個分析 導播我們take一下這一塊 所有的媒體都告訴你說 這一波盤式格局看著外資大買 大概選後就是全面性的一個向上噴出了 這個盤大概過去以往經驗12月就是大漲了 尤其你看到期貨現貨外資就是全線的一個大買 選後的行情看得非常好 但是劉老師怎麼跟你講 我認為選前加選後你如果拉長時間來看 最後你會發生發現一件事情 頂多就是盤整而已 先盤完12月中下旬開始往上攻 先盤完再上對不對 好 在上個禮拜加權指數呢 曾經最高攻高到9217點 投資朋友你有沒有發現到說 9170以上這邊流出的一個流行線 是一個非常明顯的短線上面 不利於多方的一個價格形式 好 來11月28號的一個時刻點 好 消費指數彈高 可是指標是不是雄背離 好 所以劉老師說即便我長期 中期的趨勢我是看好的 但是我是不是連續已經 四到五個交易日 不斷不斷的跟他預告 同志朋友 劉老師比較擔心 媒體幫助不了大家的一個地方 我會希望你有一個堅強的研究團隊 跟我一樣 那有一個堅強研究團隊支持你在這裡 9000點以上能夠穩健的獲利 因為我們都是很客觀 真正很務實的幫你去規劃 每一個波段一個波形 在上個禮拜所有的媒體揭示了所有 可能列出來10次20次大選的統計數據 都專門只摘入說這盤勢格局 選後一定漲的盤勢格局 可是這裡是明明是一個地方性的選舉啊 那劉老師告訴你什麼 你是不是只要把前世界的直轄市長選舉 一個統計數據出來 那問題是我看到所有的直轄市長統計數據 都是跌啊 可是電視媒體告訴你說這盤勢格局 是不是一定漲 那怎麼會一開盤禮拜一的時候 大跌188點 那劉老師有沒有告訴大家 選舉這個變數你還是要去規劃啦 我認為要先一個短空的一個策略性的佈局 如果是我的的話 我會先幫我的會員朋友 先規劃一個短期下探的一個風險 所以告訴大家是說 齊權你還是要策略性的一個短空 類似像上個禮拜 價錢指數拉高到9200點 你要試著做一個短空單的佈局 就今天一開盤大盤 擊殺了將近200點 這是劉老師上個禮拜 全部都事先跟大家預告的 好 好 投資朋友可是我認為呢 今天的盤勢格局發展到性階段這個位階 你可以看到加權指數呢 在今天早上回射到9000點這個整理平台 低檔區 卻又出現了非常強烈的支撐 好 卻又出現了非常強烈的低檔 有一些人還是願意在這裡做一個積極買進的動作 好 所以劉老師一直跟他報告就是說 個股跟大盤你分開來看 好 個股跟大盤你分開來看 我其實也在11月20號的時間點就已經跟他預告 這盤勢格局絕對不可能是一個波段式下殺的空投 這裡也絕對不可能是一個波段式下殺的空投 好 而且你可以看到 到今天為止台幣還創下一個波段新低 台幣是一路扁 所以這個進場買進的外資是真的外資嗎 我認為很可能是空盤基金的機會比較大 好 所以我一直跟大家報告 明明技術面上面 9170點這邊有一個強烈的壓力 可是你看著國際的一個趨勢性的方向 又很明確的是一個多頭 所以我們很客觀的把你綜合研判出來 告訴你什麼 大不了這裡就是盤整嘛 你也不必急嘛 好就是急漲急跌 台子期貨就是急漲急跌反向操作 好不好 所以我認為這盤勢格局發展到現今 給大家簡單一句話 我認為這裡不是一個波段性的空投 但是有些股票的一個時間波 它是一個站在極短線的一個空方 有些股票它站在一個極短波時間波的一個空方 那這些股票你優先就把它賣出來 你優先把資金賣出來 比如說再舉一個例子 來 如果按照過去一個統計的數據 好金融股 我想過去來講 你追蹤劉老師的節目 追蹤非常久了 我們長期從38塊錢 開始買新的富邦金 一路上面我沒有任何 叫你去做一個出脫 可是如果遇到這個選情的變化 有發生變化的時刻點 往往開始要去做一個短波修正 本金融內股會成為外資提款變身的賣壓來源 該可以波段性持有利空中錯的時候 我絕對告訴你說 富邦金絕對是好股票 我們趁著利空就是大滿 可是全市場一片看多的過程裡面 劉老師 追蹤劉老師的會員沒有說 這選舉有變化的因素 你這邊全數獲利了解一趟 這是從我們38塊錢買進 在上個禮拜大概50.55元出清 這是總共31%的獲利 富邦金你絕對可以用千萬資金重要大買吧 今天一跳空這幾乎是半根跌停板 而且出量一個中黑K去破了整理型態 日KD的指標也死亡交叉了 所以如果控盤股 當成這大盤一個極短波一個方向 以及類似像金融族群當中指標性的股票 也一個極短波的一個弱勢 我認為如同我上個禮拜跟大家預告 會有連續三天 禮拜一 KD值RSV往上控 所以禮拜一大概會有一個向下震盪 我是上個禮拜四天跟大家預告的 為什麼我們知道這個盤式格局會向下震盪 其實投資朋友有一些 其實波浪理論裡面最難的就是時間波浪怎麼樣去規劃 以及有沒有哪一種技術分析可以去幫助你去規劃 這時間波的一個分析 所以其實你只要去計算KD值的扣底值 RSV扣底值 你領先市場把這些公式去作為研判 你懂得什麼叫做RSV 這個盤式格局 道瓊工業指數最低的那個低點 劉老師跟大家預告 大盤最低的低點8500點我跟大家預告的 可是分時向上第五波 有倒數三天 劉老師是從72小時 48小時 24小時公開在節目中跟你預告的 倒數計時環一開盤重挫188點 好 這其實是有辦法去領先市場去分析跟規劃的 所以剛好我們馬上要召開一盤 一場基礎技術班 我想當然是如果以台子期貨來去衡量 今天的這個短線的震盪 你只要學會時間波浪 這一開盤就是4萬塊錢以上的價差了 好不好 那其實開盤8把出現了3點高盤 也是一個變盤轉折訊 那在這一次的這個 只要所有報名的投資朋友 人數湊齊了呢 劉老師隨時就會召開這場技術班 我會希望回饋給我們新進的會員朋友 你把劉老師很重要的九套 我認為完完全全跟市場不一樣的 技術分析方法學會 其實這個盤式格局 哪些股票是進入主身段 你都掌握得到 大盤盤整 你全部都有辦法事先預告 那你把你的焦點 你就放在有接進入主身段的股票嘛 好不好 好 上半段時間 劉老師再用一個類股支持群 跟大家事先的分析跟預告 好 同志朋友今天呢 上海綜合指數還創下一個短波段的一個高點 好 上海綜合指數還創下一個短波段的一個高點 好 我想如果接下來在美國跟歐股 已經一個波段的一個漲勢 拉開到一個波段轉折高 它難免會震盪 好 可是呢 現階段入股再近期來講 好 像這個突破整理型態的12個點 0061的保護身 我最主要是看上陣綜合指數 好 劉老師有沒有從這個轉折低點 連續預告6個月告訴你說 大陸進入一個中長線 大波段的一個起漲點 這裡很可能是一個大波段的一個回升波 好 來 其實這個突破整理型態 你都還是要再加碼 我們都有買到 今天再創下一個波段性高 好 來 投資朋友 我們看到入股的一個波形 我用保護身來看一個入股的波形 其實它還在一個中長線非常低的一個位階 對不對 這是周線的一個層次 好 投資朋友 如果道瓊工業指數在6469那個起漲點 道瓊工業指數在6469的那個起漲點 推出了QE政策之後 一口氣大漲了1萬點 從6469起漲到1萬7千點 有沒有紮紮實漲了1萬點以上 有喔 那現在大陸大家看到了 美國進行的QE這個措施 經過了305年的確把經濟救起來了 好 所以連日本也加入一個QE寬鬆 日本股市其實真的是不容易大跌的 連中國連歐股也即將 ECB也即將推出新一輪的QE的一個政策 很積極的去針對這個市場 採取一個救世的措施 好 那廖老師就提醒到大家 你回想看看過去 大這個中國跟長期的一個位階相對 來到一個相對偏地的一個位置點 好 那美國在5年之前推出QE之後 一個大波段的一個向上起漲 從6469漲了1萬點 一口氣漲了5年 所以為什麼廖老師在這個波段時間告訴你說 入股會進入主成段 到今天為止保護深海創下一個波段新高 我都認為任何震盪的低點都還是可以加碼 這盤四個局 廖老師是認為盤會跌的喔 會修正喔 會橫向盤整喔 會透過時間波喔 可是指數跌跟會漲的股票 是不是完完全全錯開 已經進入主成段的股票 也沒有如同劉老師上個禮拜跟他預告的 好 大盤個股一碼歸一碼 你要分開來看 已經進入主成段的股票 絕對不是等到你選後才買 我跟他預告進入主成段股票 你如果選前可買 今天又額外賺了兩根漲平板 好 包含保護深或者是說 新中概的指標 好 廖老師告訴大家 這裡是一個主成段一個突破型態 量能潮已經量先架型了喔 你看到舊的中概 論態權今年跌了兩成的時刻點 可是保護深已經大漲批進三成了 而網價已經大漲了82%了 新中概的指標股 對不對 好 那今年你要去買跟上陣指數 實質上面指數有連結的 而舊的中概 好 它由於不是一個權重的一個成分 再加上今年都沒有切入這網購 這麼強烈的一個成長題材 所以這一塊來講 是不是今年你資金放在這裡 完全全沒有漲 好 廖老師天天跟大家預告 選後會噴出的 還是0061的保護深 絕對不可能是空頭 最重要的是 趁沒人看好你就要買 好 11月28號還是告訴你 下個禮拜回來 主生段的概念股還是保護深 今天主生段 盤中0061的保護深 噴出了2%的中華紅K 再度確認這裡是另外一個波段的一個起漲點 有沒有千萬元資金到現在為止 你是大賺至少300萬元以上 廖老師整陣預告了6個月了 好 那為什麼我們在這個形態開始起漲點 廖老師就告訴你說你可以集中在這裡 你今年絕對獲利大賺 為什麼 因為低檔區出現向下洩行 在11塊4以下 它會噴出向上一個主生段 因為W底型型態放量突破了之後 未來會噴出主生段 所以如果你用同樣的一個選古邏輯 其實你也可以看到 汪罵百貨在這個W底型盤整之後 出量的低跟紅K突破這整理平台 廖老師就跟你預告 接下來12月份你手上一定要有網家 心中蓋的一個概念股 到禮拜五為止美國市場很像盤整 禮拜五所有全職股 我罵這張股票 它的市值等於台積電 噴出大漲3%中長紅 確認另外一個主生段向上起漲 好 廖老師不是從一個中蓋族群當中 一個型態學的一個選古 基本面一個選古告訴你 好 如果你按照這張選古邏輯 單單11月你就要賺28根漲停板了 好 所以接下來這個大盤到底要怎麼樣走 怎麼樣分析規劃 下半段時間廖老師會額外幫大家講到的 我罵概念股的指標網家 以及蘋果概念股最強勢的指標 濾金光今天又噴出漲停板 我上個禮拜跟你預告 濾金光回射0.618就是要噴出漲停的 這邊有沒有辦法再帶出全新的一批12月份 好 我認為有一個很好的現象 今天加全指數出現一個比較明顯的震盪 可是投資朋友你有沒有看到櫃台指數 今天已經翻到紅盤以上了 我在上個禮拜五已經跟大家預告說 其實主力食物群真的希望這個盤勢格局 12月份有積極的向上 坐上坐駕的一個機會 食物群絕對不會等到這個盤勢格局 所有的一個利空因素排除 全部塵埃落盡才進場買 上櫃指數當中指標像濾金光 像網家 今天劉老師全新的網家第二 幾乎也差兩檔就噴到整個波段新高 好 所以 下半段回來我們就從 測標上面的指標性能量股票做出發 那同時呢 我今天 所有的一個減盤跟分析 對照我上個禮拜的分析 為什麼我們全部都能夠視線預告 其實最簡單的 就是劉老師告訴大家 你相信有賺錢的方法 那接下來的12月份 劉老師因為馬上要召開了 這場基礎的一個技術班了 那我們等待人數的一個報名 湊到這個相對對應的人數之後 我們隨時就召開 好不好 我們這場獨孤久見的基礎技術班 這一次這三項的一個重點課程 人數湊滿了 我們隨時就召開 可是在這個等待的過程裡面 你可以跟著劉老師每天的講述 我就把我的技術教學 實際的操演一遍 那我們上課的時候 你就會很清楚 劉老師為什麼我會這樣看 那同時這也是一個獲利的機會 跟上劉老師的腳步就好 好不好 那這場技術班的內容 你可以直接向學劉老師的服務人員 休息兩分鐘之後 再回來 肺炎煉球菌平常可能會潛伏在人類的鼻腔當中 當我們感冒或者是命運低下的時候 就有可能會引發清晰性的肺炎煉球菌感染症 你知道嗎 在台灣每十二個小時 就有一個人感染 接種肺炎煉球菌疫苗就是最有效的預防方法 投資是門專業的事業 也是門良心的事業 獲得頭顧都有期貨 股票 雙證照 是您投資獲利的最佳夥伴 務會資訊專線 012-2578-3000 2578-3000 最專業的投顧 固德投顧 用心 用心 還是用心 是固德投顧給會員最大的保障 也只有用心才能為會員創造最大的財富 免費資料索取專線 02-2578-3000 2578-3000 最用心的投顧 固德投顧 當您投資失利 求助無門的時候 別失意 固德投顧 秉持良心經營 專業投資幫助您 擁有起貨股票雙證照 使您反敗為順的最佳利器 入會資訊專線 012-2578-3000 2578-3000 最甜你的投顧 固德投顧 頭痛 僅用五分鐘 爸爸 鵝排氣密窗 專利複合是島塊 尋覓性能超越國家標準3.5倍 有了鵝排氣密窗 家就是寧靜的停泊港 在家裡打鼓也是膽友 最記憶啊 先用記憶五分鐘 歡迎來到我們現場 那我們先從浴金光座出發 上個禮拜五的時間 劉老師跟大家預告的是說 其實這裡有一個從這個轉折點 有一個代長向影線紅K的這個位置點 一個向上的一個三角形的一個形態 那劉老師說 他類似這個10月17號TPK 有一個短波這個位置點 向下探測 劉老師就告訴大家 會回測前一波這個0.618的起漲點 但是回測下來是一個最佳的滿訊 因為趨勢是多方 如果真的向下回測了 今天早上就開第一回測了 可是這不是上個禮拜 劉老師跟大家預告 回測0.618積極佈局 要佈局回測0.618複製TPK 向上噴出主聲段 再賺第五根掌停板最好的機會嗎 好的 這邊如果 郁金光已經如同 劉老師跟大家預告掌停板加倍奉華 這是第五根從77.9元跌停板大滿 今天盤中已經平了123.5元 證明絕對不可能是空投 已經確立進入大主聲段了 你如果買到77.9元到今天為止 投資朋友 好 劉老師其實過去就已經跟他預告 量價不會同時到0 回測0.618複製TPK模式 噴出掌停掌停板加倍奉華 第五根掌停板有沒有入帶 好 劉老師是不是跟大家預告 這短波123.5元放出周線最大的歷史最大掛牌成交量 歷史掛牌最大成交量 123.5元絕對不會是高點 量價不會同時到頂 好 投資朋友如果你知道 預金光量價不會同時到頂 你會不會在79買 90元的整理平台再加碼 95.8那個最低點 再加碼第三筆多端買到 今天噴出掌停板123.5 好的 朋友 如果你知道量價不會同時到頂 你是不是1000萬元資金到今天那位置 大賺580萬 劉老師有沒有每一個細微波的轉折 包含上個禮拜我告訴你說的一個徹低 徹低的加碼買訊 今天又噴出掌停了 好 好 這是預金光的部分 那另外當股票非常重要的是 8044的有網家 那劉老師會這樣跟大家報告 來 從上個禮拜跟大家報告 回色339的整理平台 我們今天早上還是再加碼 掛360塊錢等於平板下再加碼 好 盤中又拉開半根漲停板的一個新高 平了波段新高 要回了第12根漲停板的一個位階 好 那是不是在上個禮拜 劉老師是市場裡面唯一跟你預告 來 11月27號 這裡是回側主身段大景線之前 最後一次買點 最後一次買點 好 當天 10月27號幾乎灌到跌停板 339景線 重壓大買 禮拜五找盤 再加碼 有沒有告訴你說 真正進入主身段的股票 它絕對不會等你 當天尾盤就直接公 差一檔場停板 到今天為止又創效突破斷新高 好 其實劉老師上個禮拜五 也提前幫大家找一檔 你可以看到網家以及另外一檔 網家第二 一張就要37萬多 上個禮拜也噴出漲停了啦 那已經錯過網家的 投資朋友 全新一檔 價位比較親民 還不到三位數的這一檔股票 其實我在上個禮拜五買 今天早上再加碼 尾盤幾乎攻到漲停板 如果你是我的會員朋友 上個禮拜五買到 你今天也先上一根漲停板 會費一天就回來啦 我全部事先跟大家預告啊 好 組成段的1.618倍 攻擊量能潮 今天正式放出來了 我希望後面的五根漲停板 你不要錯過 你直接跟上劉老師的口訊 好不好 這一段期間到封關之前 劉老師每天不論股票 不論齊全 我會搭配我的技術分析 因為一年底有一場 獨孤九仙的基礎吸收班 那詳情跟內容 你可以直接向選劉老師的服務人員 好不好 遇到大家投資順利 我們明天再見 咦 莫非是情書 在下不需要 請別再來啦 是的 我知道 會記錄並將停止利用你的客資行銷 接到銀行電話行銷時 表明您的意思就是維護您的權益 若不願意接受行銷 應明確拒絕並告知 若接受行銷應充分了解商品內容 交易成立需要簽約 交易成立需要簽約 電話行銷重誠信 明確回覆免煩惱 投資是門專業的事業 也是門良心的事業 顧得投資獎 顧得投顧 都有期貨 股票 雙正兆 是您投資獲利的最佳夥伴 勿惠資情專線 02-2578-3000 2578-3000 最專業的投顧 顧得投顧 用心 用心 還是用心 是顧得投顧給會員最大的保障 也只有用心 才能為會員創造最大的財富 免費資料索取專線 02-2578-3000 2578-3000 最用心的投顧 顧得投顧 當您投資失利 求助無門的時候 別失意 顧得投顧 秉持良心經營 專業投資幫助您 擁有期貨股票雙正兆 使您反敗為順的最佳利器 入匯咨詢專線 02-2578-3000 2578-3000 最甜你的投顧 顧得投顧 海鳳豪宇來是怎麼辦 不怕 不怕 提醒您要準備水 乾糧和手電筒喔 記得關門窗 貼膠袋 追殺包 隨時注意颱風好雨動態 到雨來時隨時了解 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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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